进入正式的道路试驾以后 其实今天已经开过高速了 现在我们又要直接开始它去跑一个山 我能告诉你们的就是这一次最大的变化 它这个底盘真的能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啊 离奇数字底盘 然后CDC空旋整体的配合 让这辆车的极限会来的更高一些 包括后轮转向的加入 也让它整个开起来会更轻快一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在高速阶段的话 它这个后轮是同向的 如果是低速阶段的话 它是异向的 这样一来你在高速的时候 快速过弯的时候 它能有一个更好的稳定性 如果是在低速阶段的话 你在倒车啊 比如说说包括你在路口掉头的时候 它整个的转弯半径也会更小一些 这辆车的话目前是一个五米出头 你要知道的是 这可是一个大尺寸的SUV啊 所以这一点的表现的话 真的是能够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的 包括这辆车这次还加入了RNC主动降噪功能 也就是说它拥有着一个更好的 静谧性的表现 我们今天在跑高速的时候 120的时候是非常明显的 你能感受到就是它跟老款的差别 其实就是会明显一些 但如果你要是跑低速的时候 其实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一次的静谧性的一个提升的话 也是对整车的一个豪华属性 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 包括一会儿我们马上就要到这个场地里边 去做一个场地测试啊 他们这次又自己盖了一个迷宫一样的场地 看一看 在搭载了灵溪数字底盘以后 我们这辆全新LS6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怎么样 我身后这个景色还可以吧 不得不说自己他们是会选这个地方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来这个地方玩的话 那我可以直接给你们打一个点 就是在重庆不远的一个地方 叫做五龙 然后整个景色的话相当可以 包括附近的这些酒店啊什么的 都价格还是相对比较便宜的 喜欢的朋友直接来这边看就行了 咱们直接现在话回到正题 然后你看到了就是我身旁的这个 全新制解LS6的话 今天我们是直接在场地里边去测试了一下 包括这种交叉轴 单边附着路面 包括地面有一个20公分高的这样一个路障 这种情况下的话 其实它都是完美应对的啊 首先就是在开始的时候 我开着它也讲过了 这辆车是有空旋的 所以说它的空旋是可以升高和降低的 这样对于一些移动路状 比如说20公分左右的这种情况的话 它的整个底盘离地间隙 是可以轻松帮助你走过这条路的 包括我们在走交叉轴的时候 其实要考验的是这辆车的整体的 一个车身扭转刚性 而且呢 还有就是它的智能四驱的一个扭矩分配 因为它是会有一个单边附着轮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 那这样一来智能扭矩分配 分配到你最需要动力这样一个车轮的话 是能够轻松脱困的 所以这一点的表现也是做得不错的啊 包括现在看到了吗 后边灵活过弯 这是它们最后一个场景啊 我们今天试的 也就是说你在那个位置一把就掉过头来了 5.09米的最小转弯半径 我怎么给你们科普一下这个数据啊 就是特斯拉Model 3 它的最小转弯半径是5.8米 你要知道那是一个轿车 很灵活 那放到它的身上有了后轮转向 比特斯拉Model 3还要优秀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它的这回这个全新 GLS6的一个优势了 当然最后我们再来说的就是 我们在走它的这个卸行模式啊 包括我们单边附着力的这种情况的时候 它整个的底盘带给我的感觉 就是非常充足的一个信心 包括我强制动的时候 走这个单边附着力的这个路面的时候 它的车辆的四个轮子都一直是朝前的 而且你整个的这个方向 一点都没有发生变化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啊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可能会打滑 你的车身会晃动 但是它并没有 所以这一点也是 灵溪数字底盘的一个优势 包括最最有意思的 一定是它这个卸行模式啊 我们在GLS6上面已经用过了 走个螃蟹步 但对于它来说 真的就是一个炫技的行为 日常来讲的话 大家可能遇到这种 比较窄的这种S弯的 这样一个情况的话 可能会需要这个功能 包括就是 两个路口这个夹角 特别小的时候 也需要这个功能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要结束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 关于全新质解LS6的任何问题 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就好 我是嘉欣 甚至嘉欣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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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